华为5G,如今已经在全球拿下了40个商用合同,但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市场还未斩获,那就是英国。 由于美国一直以所谓安全忧虑在5G赛道上为解阻拦,英国一直都不敢明确表态,即使英国政府调查过证实华为风险可控, 然后英国政府对华为态度,还是模糊不清的。 在昨天,英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和美国划清立场。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,4月23日报道,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亲口证实, 已经同意华为有限制的参与诸如天线,以及其他非核心基础设施之类的5G网络建设。 对于华为来说,虽然是有限制参与5G建设,但能正式突破美国最铁杆盟友英国。 这是突破美国封锁很关键的一步。 回顾整个华为争取英国市场的过程,简直是无比艰辛。 从去年12月份,英国电信、英国警察局等政府部门联合企业,移除华为装置。 这是五眼联盟,联合抵制华为的开端。 再到今年2月,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,对华为进行无辅角的调查,才勉强得到风险,可控这个级别的认可。 最后是如今特雷沙没开绿灯,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。 这意味着华为用自己的实力,彻底征服了英国。 当然,华为能获得英国政府的许可,也离不开李嘉诚的帮助。 1、2、沃达峰、3 United Kingdom英国四大运营商,均和华为达成了合作。 英国巨头3 United Kingdom也在近日正式与华为签下了2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。 这些运营商背后,都有李嘉诚这个金主的资金支撑住。 比如李嘉诚在2010年的时候,投资90亿美元收购英国电网。 2015年的时候,又投资140亿美元,收购英国第二大运营商O2。 英国政府对华为态度的转变,一定程度,也被李嘉诚所影响。 除了英国,美国其他最忠实的盟友,也开始松口。 德国联邦网络局局长发出过最明确的表态,没有任何装置供应商,应该或者可以被特别排除在外。 如果华为满足所有要求,就可以参与5G网络的开展。 另外,据路透社16日报道,曾传出要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的波兰野松口。 波兰网络安全部部长称,不太可能把所有华为装置,都排除在5G建设之外,因为这会增加移动运营商的成本。 截至目前,已经明确表示,禁止华为的国家数量进一步减少。 只剩下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这五个国家。 这意味著,美国和其盟友,对于华为这一态度上,并没达成共识。 口头上说有安全问题,却从未拿出清晰,而令人信服的证据。 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警惕。 英国虽然允许华为5G进入,但是在有限制的条件下,进入非核心设施。 假使未来5G建好了,英国可能会把功劳归结于自己的核心装置。 一旦出了问题,华为的有限装置,就有可能背锅了。 毕竟这是欧美国家一贯推卸责任的风格。